大家看这个视频的发布日期也应该知道了 我是没有拿到媒体机的 而且我问了小米之家 第一批的12s Ultra还只有12GB内存的版本 所以我只能花6000多买来了它 不过这样肯定就可以畅所欲言了 想怎么比就怎么比 这大概就是花钱带来的爽吧 对于小米12s Ultra 我想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拍照和性能这两部分 也就是莱卡模式和骁龙8加震一的表现 为了更好的表现这两个部分 我也分别找了参照相 拍照部分我会对比小米上一代的影像旗舰 小米11 Ultra 莱卡上个合作品牌 华为的旗舰Made 40 Pro 还有万能的参照物iPhone 13 Pro Max 性能部分现在处理器的种类很多 价位也差很多 过多的参照相反而不够直观 所以我们主要就来比较一下 三家最新的旗舰产品 骁龙8加震一 天机9000 以及苹果的A15 不过比归比 这次的主角肯定还是这个12S Ultra 所以我们还是来简单的看一下它的外观和参数 对它有一个大致的印象 现在的手机配置这个同质化确实非常的严重 所以屏幕功能之类的感觉都没啥好说的 旗舰机该有的都有 最大的亮点肯定还是这个影像的堆料 尤其是这个1英寸的大底主摄 为了给它留充足的空间 不仅这个镜头盖板凸起了很多 电池的空间也被压缩了不少 只能做到4860mAh加67W的快充 外观一眼过去 最先注意到的肯定也就是这个镜头模组了 方形的底座配一个大圆形的设计 并且还有这样的一圈金色镀边 让这个圆形凸显出来 让整个的模组看上去就像是个相机 这点还是挺特别的 大家给这个设计能打几分呢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就是小米的这个logo做的特别的暗 结果就是这个莱卡的字要比小米还明显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莱卡的手机呢 或者大家有没有感觉 这次小米对莱卡有那么一丢丢的营销过渡了 有种恨不得把莱卡到处都印上的感觉 而且我至今也没有理解 为什么这个slogan要叫做这真莱卡 让人感觉很不通顺也不太容易看懂 最大的作用估计还是能把莱卡两个字放上去吧 我就随便涂涂槽继续来看手机 为了塞进去这块1英寸的传感器 镜头的凸起显得非常的夸张 对比一下同样凸起夸张的小米11U 11U实测的机身厚度是8.6毫米 带镜头后12.2毫米 镜头凸起约3.6毫米 而这个12SU的机身厚度是9.2毫米 带镜头厚14.1毫米 凸起要接近5毫米了 无论是厚度还是凸起度都比这个11U更夸张 话说以后厂商们要是再做个可伸缩的镜头 那真的都能当手机支架用了 当然这只是个玩笑 但是过于突出的镜头也确实容易产生更多的划痕 我的这个11U其实也就用了两三个月 已经有不少划痕了 外观的其他方面都比较常规 就不追述了 背面素皮材质 相较于常见的素皮纹理要更深一些 是那种荔枝皮的感觉 显得更商务了 而且用素皮也让机身比11U的陶瓷烧轻了一些 实测228克 当然其实也还是很重了 正面也还是居中挖孔 三星E5材质的2K曲面屏 也是旗舰级的标配了 这批屏幕现阶段都是不支持DC调光的 实测手动亮度最高525尼特 强光下全局激发亮度是1070尼特 然后我们就要重点看一下这次最大的卖点拍照部分了 镜头规格如图所示 两颗MX586的辐射已经在11U上见过了 所以这次重点还是看一看 这个1英寸的大底主摄的表现 先简单看几组样装对比 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呢 虽然确实有白平衡取向上的差别 但似乎还真的不太好说谁好谁差 感觉都算是同一水平线上的 毕竟都是主打拍照的旗舰产品 表现都是不错的 而且照片的质量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以后 很多时候真的就是看个人 对不同的调教风格的偏好 很难简单的分出个高低 那么前面也提到了 这次12SU最大的宣传点就是和莱卡的合作 所以相信大家也对这个最感兴趣 所以我们重点来说一下莱卡给小米带来了什么 首先要说这个莱卡模式是直接融入到相机应用里的 并不是一个需要开启的按钮 从这个拍照界面可以看出来 这里有一个莱卡的标志 点进去以后有两个选项 默认情况下叫莱卡生动 旁边叫莱卡经典 必须二选一 不过这里我要吐槽一下 这个标志实在是太不明显了 如果不点进去看 我根本没办法知道我现在选的是哪个模式 拍出来的照片还会有这样的定制水印 像加了个边框一样 这个是能改回常规水印的 不过心机肯定要图个新线 接下来我的样张展示也都用这个莱卡定制的水印了 这是两个模式的样张对比 大家不妨先猜一下哪个是生动模式 哪个是经典模式呢 我个人感觉这个莱卡生动模式 其实就是正常的拍照模式 而这个莱卡经典才是加入了很多莱卡味的 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莱卡生动模式等于标准的拍照模式 而莱卡经典模式等于莱卡模式 其实知道了答案以后 大家应该会发现这个区别还是挺明显的 在画面较暗的地方 经典模式的曝光更低 会显得更暗一些 比如说画面下半部分的阴影区 这个应该不需要放大就能看出来 而在画面的中间较亮的地方 我给大家放大一下 这个白色的桥 右边的经典模式的曝光反而也更高 更有过曝的倾向 所以莱卡经典模式的画质 给人整体的感觉就是对比度更高 通俗点说就是亮的地方更亮 暗的地方更暗 尤其会让人感觉四个角的曝光都压低了 暗角也可以说是莱卡的标志之一了 这张照片也是同样的感觉 莱卡经典的对比度更高 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种风格呢 我个人是更喜欢右边这种感觉的 会感觉层次感比较丰富 有立体感 不过有人像的照片可能就需要选择了 左边的生动模式更容易拍出甜水片的感觉 毕竟整体比较明亮 更加柔和 而经典模式 人物的脸部同样会产生一些阴影 当然了 关于莱卡的效果 很多人会想 那么之前华为手机的莱卡模式是什么情况呢 和小米这次相比哪个更好呢 所以我找了华为Mate 40 Pro 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大家可能发现 这组人像照片虽然也可以看出来 右边的这个莱卡模式对比度稍高一些 但似乎没有小米的那么明显 整体的观感还是很像的 但是如果没有人像 只是拍景物 会发现华为的这个莱卡模式 除了增加对比度之外 还把色彩调得特别浓郁 甚至有些夸张了 我个人感觉 单说拍景物的话 小米的这个莱卡模式观感更好 更自然 我再加入小米11欧和iPhone 13 Pro Max 给大家统一看一下这个场景 大家重点看整体的感觉 尤其是暗部阴影的感觉 其实在标准模式下 这个12SU和iPhone的表现是类似的 动态范围高 而小米11欧的画面 其实并不是对比度高 而是亮度整体偏低 它的亮部也并不亮 和莱卡模式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然后大家可能还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几部手机的视角也是不一样的 华为的视角是最窄的 而小米的两台视角更广 我按华为的视角来给大家框一下 大概是这种感觉 而另外华为的这个莱卡模式 还有个问题 就是打开以后 就没有办法触发类似HDR效果一类的算法 比如这种大光比的场景 人脸黑背景过曝 而小米则不会有这种问题 也可以说小米的融合的更深一些 不过如果华为不开莱卡模式 就正常拍 那看这组样张的对比 感觉还是华为的肤色要更好看 另外大家注意看这个背景 小米的这个由于抵达 因此背景的虚化也更强 并且这个是镜头自身的虚化 并不是算法 再来看一组晚上的样张 经典的有人像有灯香的场景 我们重点还是来看小米吧 左边的是比较常见的调教风格 整体比较明亮 右边的其实单看脸部的亮度 是没有差太多的 但是整体会感觉曝光更低 更有晚上的感觉 更有层次感 而对于没有人像的夜景 同样会一眼感觉 莱卡经典模式的曝光更低 画面会感觉更加干净 更有夜景的质感 再来看一组晚上室内的样张 我感觉12SEO人物的脸部色彩 有点奇怪 偏绿了 而把小米和华为 分别打开莱卡模式之后 小米的色调进一步的变冷了 但是脸部的色彩还是有点怪 华为的变化不大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副摄像头 首先是前置镜头方面 小米12 Ultra有两种模式 一种叫质感 一种叫经典 不过这个和莱卡模式的感觉不太一样 小米的两种模式我都展示了 而iPhone的前置就算了 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主要是我家模特强烈要求我别放iPhone的样片 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 我觉得反而是华为和小米11U的色彩更加粉嫩 尤其是华为这个肯定是妹子最喜欢的风格 而小米12SU的这两个模式 一个感觉肤色有点偏绿 另一个感觉有点过于惨白了 放大看细节的话 确实是小米的质感纹理保留的更多 华为的纹理几乎看不到了 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种效果呢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广角镜头 小米的两款都是MX586 1 2英寸的底 而华为的则是MX718 1.54 苹果的规格相对较低 我们可以看出华为明显的视角要更窄 可以说是更接近主摄的观感 牺牲了广度则是换来了更好的画质 实际放大的效果确实是华为的更好 苹果是最差的 长焦方面iPhone是三倍的 其他三款都是五倍的 我们直接来放大看细节 也符合光学变焦倍数上的差距 iPhone差一些 小结一下拍照部分 首先大家可以理解为 莱卡生动模式的风格和以前的类似 就理解为默认模式就可以了 而莱卡经典模式则是加入了很多莱卡味道的 主要的特点是对比度增强 画面更有层次感 并且会有部分色彩上的处理 画面有时候会感觉稍微偏冷一些 夜晚会感觉画面更加干净 整体感觉小米这次的莱卡模式 要比华为的融合的更好一些 在各类复杂的场景下 也有更好的稳定性 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 不过这次小米12S Ultra 在部分场景下 对于人物肤色的处理不够好 还是需要再优化一下 在很多情况下 我甚至感觉不如小米11U的肤色处理的好 毕竟小米11U也还是拍照规格很高的 而且调料的时间也更长 而且大家看都用标准模式的话 其实12SU和11U拍出来的照片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特别在意莱卡模式的效果 只是想单纯的买一台拍照好的手机 并且对888的处理器没有那么介意的话 那么小米11U现在也完全是可以考虑的 毕竟现在的价格真的是便宜了非常多 言归正传来看看性能部分 骁龙8加震一的情况 我想大家也都有过一些了解 简单来说 就是更换了台积电4nm的工艺以后 提升还是挺明显的 尤其相较于十分糟糕的前两代高通旗舰 8震一和888有了很大的进步 所以我们这次主要还是看看 8加震一和天玑9000和A15的对比 其他两管机型分别是K50 Pro和iPhone 13 Pro Max 至于对比8震一那纯粹是编尸环节了 当然了这种喜闻乐见的环节肯定也是要有的 但就不作为主要参考了 跑分还是那句话 可参考性一般 系统不一样 调度不一样 差距都挺大的 就像A15的安兔兔分还不如8震一呢 所以就简单过下吧 8加震一提升比较大的是CPU部分 相较于上一代有10%左右的提升 和天玑9000的跑分接近 不过都和A15还有较大的差距 尤其是单核 GPU部分天玑9000的分数是最低的 8震一的GPU跑分已经很高了 8加震一稍微提升了一点 和A15也算接近 重点还是来看看游戏实测 测试时的室温都是25度 手机开启性能模式 其他后台程序关闭 亮度200尼特 音量20% 先来看较低负载的 王者荣耀高清60帧模式 帧率肯定都是稳的 功耗方面 8加震一和天玑9000差不多 分别是2.33瓦和2.38瓦 A15则是只有2.04瓦 在基数这么低的情况下 都能有较大的领先幅度 这个A15还真的是挺夸张的 王者荣耀高清120帧模式 iPhone不支持 所以就没办法比较了 那么我们就趁机来编一下8震一吧 8加震一和天玑9000的表现都不错 其中8加震一的帧率表现更稳一些 平均分别是120.5和119.3 功耗依然比较接近 3.67瓦和3.71瓦 8震一由于功耗和发热都很离谱 所以有两种情况 不管功耗充分释放性能 和控制功耗严格限制性能的 我取了两组数据 我们就简称8震一猛和8震一怂吧 怂的王者荣耀的帧率都不稳 平均只有115帧 功耗则要4.4瓦 而猛的帧率是稳住了 但是功耗也直接飙到了5瓦 那么到了更高负载的元神 他们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话说这个元神更新版本以后 我感觉优化明显要好了一些 整体的测试数据也都比之前要好 顺便问问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呢 原神最高画质60帧模式 小米12SU 直接打开游戏的话是降分辨率的 如果对画质要求比较高的话 需要这样来操作 打开游戏加速 选择元神 把GPU设置为高质量 这个时候分辨率就会提升为常规的720P了 K50 Pro同样需要这样的操作 iPhone则是打开就是高分辨率 句子数的话 iPhone有62个 小米12SU和K50 Pro都是58个 那么在这个分辨率下进行测试 小米12SU的整体表现还不错 全程帧率图都比较统一 没有出现温度升高以后 明显的降频锁针的现象 不过相对应 它也没有低温时特别丝滑的阶段 一直保持比较均匀的波动 30分钟的平均帧率是58.2 功耗表现比较优秀 只有5.59瓦 其实这种调度对于功耗控制来说是更有利的 因为平均58和59差距远比看上去的一帧要大 大家想平均59帧以上 那就是需要更多的时间保持在60帧 减少波动 为了达到这种稳定性的 那处理器就需要一直保持在高功耗下运行 所以大家看一些充分释放性能的游戏手机 功耗是特别高的 K50 Pro在前半段的表现和12SU是差不多的 不过到了后半段 虽然没有出现明显的锁针现象 但是波动的明显剧烈了很多 最终平均帧率是57帧 平均功耗反而要高一些 5.78瓦 iPhone则是在前半段表现十分丝滑 波动很少 大部分时间都是一条直线 但是由于苹果是完全不做散热的 所以后半段的波动是三者中最剧烈的 30分钟的平均值是57.3 但是后面继续玩下去的话 平均值肯定会不断的降低 功耗表现则是一如既往的夸张 只有4.28瓦 这里就再边试一下8帧1吧 同样是两组数据 8帧1猛和8帧1怂 猛的玩命的释放性能 帧率是不错 但是功耗直接飙到了8瓦 怂的则是直接锁在了45帧 功耗也要5.6瓦 温度表现如图 小米12SU的表现依然不错 正面最高47度 背面43.5度左右 K50 Pro的温度稍高一些 正面最高48度 背面45 iPhone则是完全不散热 可以看出所有的热量都积在了核心处 高达47度 正面的温度比较正常 43.5度 小接一下 苹果A15的能效表现一记绝尘 大家都是旗舰心 结果A15就是能被衬托的像是外星科技一样 但是由于iPhone不做散热 导致高负载下性能受到很大的限制 8加震一的能效表现和天机9000比较接近 但是有更高的上限 更高负载的情况下优势也会更明显 而且它相较于8震一确实进步很大 无论是能效比还是实际的性能表现都提升了很多 远比名字上的差距要大得多 至于8震一 就不要反复辨试了吧 让它安心的躺着吧 那么了解了芯片表现之后 我们再来对手机的散热能力做进一步的测试 它们在25度的环境下有着不错的表现 那么现在都夏天了 在30度的环境下又会表现如何呢 依然是测试原神最高画质60帧 小米12SU坚持了10分钟 然后开始一路下滑 最后在15分钟的时候开始锁45帧 30分钟的平均帧率51.1帧 红米在10分钟以后也开始限制性能 但是它不愿意直接躺平 而是一直在挣扎 在30帧和60帧之间大范围的横跳 30分钟的平均帧率差不多51.5帧 至于iPhone嘛 它在25度的时候都撑不住 30度就更难顶了 只坚持了6分钟就开始降帧 卡顿感十分明显 并且到了后期还出现了游戏直接卡死的情况 平均帧率是47.8帧 平均功耗就比较有意思了 12SU和K50 Pro在平均帧率差不多的情况下 功耗差的比较多 分别是5.1W和5.7W 就像前面说的一样 看来直接躺平确实是更有利于功耗控制的 努力维持高帧率就会付出更高的代价 说到躺平 iPhone就躺得更彻底了 平均功耗只有3.53W 话说这么测下来 这个骁龙8加震一和天玑9000还真的是非常像 中低负载下几乎一样 高负载下8加震一的上限稍高一些 功耗也有一定的优势 开个玩笑的话 我愿意称它为天机一万 电池的配置比较常规 4860mAh配67W的有线充电和50W的无线充电 由于是单电芯 所以充电速度相较于那些65W双芯的也会慢一些 和K50的67W差不多 实测10分钟冲入36% 30分钟冲入80% 后期的充电速度放缓很多 冲到100%用时46分钟 由于8加震一的功耗好了不少 所以4860mAh的容量也不算小了 续航表现还是不错的 具体的数据如图 大家可以自己参考一下 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 作为第一款搭载 骁龙8加震一的旗舰手机 小米12s Ultra 无论是配置还是堆料 还是实际的体验都是挺不错的 尤其是和莱卡的合作 虽然说有点宣传的太多了 但是这个莱卡模式的调校 确实体验不错 让我感觉比较惊喜 而且得益于8加震一的大幅进步 在这么个时间点 12seo还真的能算是近一年来最好的安卓旗舰了 毕竟要是连最基本的芯片都做不好的话 真的很难算是个好旗舰 而这次12seo首发阶段 就对这颗新的芯片调校做得很不错了 毕竟也是跟高通多年的深度合作了 比K50那时候首发天机时候 喊的那个不调好不发布的口号 要靠谱不少 当然了芯片正常以后 各厂商也都会好起来 未来的几个月会有不少的新旗舰 来和这个小米12seo竞争 也希望能够慢慢的修复消费者 对于安卓旗舰的信心吧 毕竟被这个888和8震一伤得太深了 高情商的来说 就是高通努力了这么久 终于追上了曾经的自己 说直白一点 就是高通明知道问题在哪 还硬是摆烂了一年 8加震一是进步很大 但这就是高通芯片应该有的正常水平 进步大那是因为前面实在太差了 所以虽说我对小米12seo的评价是挺高的 但是你要问我推不推荐购买 我还真的说不出它值得买 大家也知道 我很多手机都是自己买的 当然也就经历过1加9 MIX4 一个月亏1000多的事 11seo就更别提了 所以我的心态也就和普通的消费者一样 被之前一年安卓旗舰的拉跨表现 和价格大幅度跳水搞得挺失望的 看到12seo的价格的第一反应 也是挺贵的 现在看这个情况是有好转 但是要扭转大家的看法 让销量和售价能够重新的稳住 应该还有挺长的路要走 这波8加震一的心机是能稳住价格 还是继续大幅度跳水 也还是个未知数 而且没过几个月 8震2又要来了 我的建议是对价格不那么敏感 就想买个安卓旗舰 那么小米12su还是很值得考虑的 而如果很在意性价比 希望能够尽量实惠那就真的建议再观望观望了 毕竟现在这个更新换代太快了 厂商们总是要变着烦的去刺激换机 大家还是尽量保持理性消费吧 小米11u一年时间降了快3000元 那也是实打实的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希望能对大家的购机选择有所帮助 也欢迎大家帮忙点赞评论转发什么的 最好可以关注我一下 感谢大家的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